少爷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 阿妈 阿妈 你身体不舒服 你怎么出来了 你还知道我舒服不舒服 你这是要救你阿爸 还是要害你阿爸 官子两个口 他们要是讲理 会抓你阿爸吗 更何况 现在官府 究竟抓住了什么把柄 谁都不知道 你这么去胡闹 不是又添了口识 他们对付我阿爸 我总不能在这儿 不管不问吧 渤海 遇到事情千万不能慌 更不能鲁莽 天大的事情 只要啃动脑筋 总会有办法的 再说了 咱们十七房 不光是你和我 还有大伙呢 行 太太 少爷 看 十七房升旗了 开辞了 开辞了 大人 大人 喊什么喊 你的信 你不得站好了 张老板您的极箭 认到了 记住 这是石器房的极箭 我们叫老爷回来了 张先生 张先生 极箭 不好 石器房出事了 赶紧走 这鸡毛蓝铁 是郑家要开辞一事 鸡毛蓝铁 一共去了多少人 石器房 石器房的房主全回去了 为救郑毛义 这正式石器房 果然是心机一触 少东家 您看小姐的婚事 该怎么办 书名现在怎么样 神叔 怎么会这样 你个小女子 不要哭了 哭得人心慌的 天地下哪有这样的 头到已经拜堂了 还会出身 小姐太可怜了 那怎么了 就是命 有缘无分 那小姐以后怎么办 就是怎么办呀 还能怎么办 重新找人在家呀 还愁小姐没人娶 妈 我已开了脸 盘了头 从方家族铺上勾了名字 我要换人在家 就等于失捷失信 就算在家 也不能明媚正确 只能当妾 是 是 那还有什么脸面 去见人 我今天请大家来 集中所长 大家得想个办法 看看这以后 该怎么办呢 我们正是族人 一定要给郑家的 妻儿老小 找个安生立命之地 三爷 我想把郑家的横德坊 从官府手里赎回来 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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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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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寨人是在尼罗山吗 郑市组长告诉我 郑家母子就藏在这儿 那不是郑家的少爷吗 小平 把包袱给 干嘛 给我 把手势盒给我 小姐 你到底要干嘛 快给我 诶 等一等 包袱掉了 小姐 掉东西了 不要停 你走你的 好嘞 停一点 包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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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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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不明 我们不能因此害了方家 人家用心嫁媚 不是让妹妹跟着我们受罪的 何况老爷答应过渤海 等事情过了以后就去退清 我们不能对孩子失信 太太 组长说来了话 正想法救老爷呢 再说和方家有这层关系 那也能使上劲啊 愿意帮忙只是人家的情谊 咱们不能拿方家小姐的姻缘 去胁迫人家 太太 这 无论人家骂你什么 说你什么 你都替我受着 好 等事情过后 我亲自去道歉 另外 你回趟十七房 告诉组长 很多房的一切家产 都交给祠堂打理 只要能救出老爷 我们可以什么都不要 明白 请问 郑家奶奶是在这儿吗 你们是什么人啊 这是方家小姐找郑家奶奶有事 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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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 来 请 请请请 太太 方家小姐来了 我正要让管家到你们家去退亲呢 没想到小姐亲自来了 何来 也是为了这门亲事 大喜之日 天降大祸 连累了小姐 心里真是不安得很 好在还没有正式拜她 修复小姐的民分还来得及 祖谱名分 我会托我们郑家十七房的组长 找你们方家祠堂商量 谢谢郑家奶奶 你哥哥送来的十里红妆 等事情过了以后 我会尽力偿还的 你要不放心 就把这个拿去 没有了红书绿纸 自然也就没了这桩婚事 来 小姐 请用茶 这是管家的房子 是 我早就听说 郑家老爷犯的是 诸九族的罪 管家把你们藏在这儿 就不怕受连累了吗 方家小姐 我们太太好心和你说退亲的事 你去说这样的话 权重 少爷 可算追上你们了 少爷 你不是退亲去了吗 看看 东西少了没有 小姐 一样不少 你们是什么人呀 到我家来干什么 不害 这就是方家小姐 是来退亲的 谁说我是来退亲的 我是来做郑家媳妇的 我亲自送十里红装到达恒德房 可是他们家的公子 连面都不肯露一下 这成何体统 现在有事了 倒想起我来了 宁少到台早就窥赐郑家财产 只是无法开口罢了 事情我们已经弄清楚了 贸易是被人陷害的 你是知名商会的会长 你一定要主持公道 方家小姐 这可万万不能 婆婆 你是怕我吃不了苦吗 如果小姐真的有心 等我们郑家 躲过这阵风波以后 我一定重新上门提亲 正正经经的 把小姐迎进家门 今天就请小姐回去吧 退不退亲 也不是我能做主的 今天天色已经很晚 恐怕路上回去也不太安全 渤海已经走了 您就留我注意一夜 等明天 等我哥哥来了 再好好商量商量 人家 你说 再担心 改革 他平时 一眼 也不算 一眼 除了 天 一眼 也不算 一下 bir 这个 这是郑茂一家的账本杂 这 这 这么大的红德房 怎么就这点家产呢 这 就这些啊 怎么可能呢 好歹他也当过两年的官啊 前年修正下宗辞 他卷了一千两银子 三百亩地 是 秦续学堂不也是他办的 对啊 他连学费都不收 没钱 没钱往里搭钱 谁信呢 可这账上都记得清净楚楚 这郑茂一啊 就是打肿脸冲胖去 把这家产全造光了 这如不付出 空壳一句就要生这么个院子了 不过呀 郑家族长说了 愿意出钱给他盘回来 大人 那郑家母子抓不抓呀 抓抓抓抓 抓什么抓 你就知道抓 不然的话 谁拿银子来赎人呢 他拿什么钱赎人呢 他们家没用 那别人家有 哎呦 嘿嘿嘿 嘿嘿嘿 好好写 哎 我也不知道那个包袱是他了 我要知道是他的 打死我也不几 那我看啊 这方家小姐 还真不像大甲小姐呢 一点都不娇气 你说这方家小姐 你还真不像大甲小姐呢 吃了什么离婚药呢 温海呢 怎么还不回来啊 我叫了好几次 他就不愿意回来 非要守着那个空坟 我又叫宝城去叫他了 别放了 还生我的气吗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你才不生气呢 小姐 你别这样了 会把我淋坏的 小姐 小姐 太太让我给你送缩衣来了 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不回 哎呀 这七风苦雨的 你真不怕冷啊 不怕 哎 小姐 你要真不想回去 要不我带你去的地儿 去哪儿啊 一个能让你消失怨恨的地方 什么地方啊 先说好 你不能跟我爹说 我再带你去 岳芳啊 你要是看着我生气 我就先回去了 好吗 小姐 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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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赌坊吗 没来过这儿吧 小姐 可有意思 我阿爸说 一个烟一个肚都站不上 咱们走吧 咱们走吧 咱是来玛与啊 有人来哆啦 看看我没事儿吗 方家小姐 这些粗活你干的多不合适啊 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些活也不是你们男人干的 还是我来干嘛 这你都干了好长时间了 婆婆刚起声 你伺候也不太方便 还是我来吧 方家小姐 你不用这么伺候我的 婆婆 伺候您是我的本分 方家小姐 你别叫我婆婆 咱们可说好的 今天一块去找你哥哥 我已经让丫鬟去找我哥哥了 来了再商量 这可怎么行啊 应该我们去拜访他才对啊 现在 你不是也不方便 路面不是 谁找谁不是一样 婆婆 喝茶 你还是叫我夫人吧 怎么说叫婆婆都不合适 我娘死得早 虽然有哥哥照顾 但是毕竟男女有别 女儿家的心事也没有人说 昨天见了您 就好像 见了我娘一样 亲 现在还没有退 我现在就还是您家的媳妇 您就让我叫您一声婆婆 这样 我觉得心里舒服 就好像有了娘一样 婆婆 您就别再叫我方家小姐了 就叫我书名好了 好 书名 不管怎么样 我以后都把你当女儿看待 少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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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找到了吗 几个亲戚家 我都派人去问过了 都不见人啊 一夜未归 她是去哪儿了呢 方家小姐 没想到你的手还真巧 婆婆 怎么还叫我方家小姐 舒敏 婆婆 你昨天是不是以为我是来退亲的 舒敏 你就是不来 我也会到你们家去退亲的 婆婆 朕家落难 正是需要人帮衬的时候 如果因为这个 我就把亲退了 那不成了贤品爱妇 落井下石的人了吗 舒敏 来 坐下 嗯 舒敏 你真是个民事里的好孩子 你真是个民事里的好孩子 可是越这样我越不能害你 你的心意我领了 可是你还是要听我话 回去吧 婆婆 这不光是我的心意 你也得成全我 我现在还能成全你什么呀 如今的郑家 已经不是过去的郑家了 小姐跟着我们会受罪的 别看我们方家现在家大业大 可是之前 也是靠苦日子打拼过来的 以前祖父靠着一副担子 往来博树和上海之间 靠贩卖咸鱼和咸菜起家 就是比别人多吃了一份苦 才积攒了一些本钱 后来海河大水冲了官家盐库 天津 苏州 汉阳缺盐 我父亲找到了沙船 把咱们郑海人 咽得雪里红运去送集 价格竟然与当地的猪肉价 不差上下 这事我也听说过 咸鸡肉价田 这话就是这么说起来的 父亲在世时常说 人不怕吃苦 就怕吃不得苦 吃不得苦 就不知道平安来得不容易 吃得苦 必定会苦尽甘来 道理是这么说 可真落到这个事上 谁能保证一定能苦尽甘来呀 婆婆 婆婆 不瞒您说 昨天来之前 我确实想过退清 是见了您和公子 才改了主意 这是为什么呀 郑家谋难 罪集九足 按说 你和公子也是清贩 可大到十七房宗祠 全力相救 小到管家 冒险窝藏 这说明郑家平时 一定仁义服众 郑家境遇 若要急救 不应该退婚 而是应该借我的婚事 拉我哥哥帮忙才对 可是婆婆却不顾自身 一心为我的清白考虑 这是婆婆的高洁人品 还有 昨天郑公子捡的包袱 也是无故意扔的 现在正是郑家窘迫之时 可是公子不贪小利 还一路劳累追还 这是公子胸有大志的风范 郑家家风 仁德宽厚 令人敬佩 婆婆有情 公子有志 这样的婆家就算如今落难 也必定有苦尽甘来 重振旗鼓的那一天 驾 驾 驾 你这个死丫头跟小姐跑哪儿去了 小姐给郑家当媳妇去了 这邦家小姐还真不像个小姐 天没亮就忙活起来了 您看 这院子里里外外都是她打扫的 就连你的马桶她都啃得刷呀 不让我大声说话 怕打扰人睡觉 这忙碰完早点 又到镇上买菜去了 您看 说是一会儿还要您尝尝她的手艺呢 是啊 这孩子不光勤快 还懂人情 太太 我看 这方家小姐 倒真不想退心啊 要不然 咱们这亲就别退了 她要是当少奶奶 您可要省多少心啊 少爷可要想多少福 我也想 这家有这么个好媳妇啊 可是越好的姑娘 咱们越不能耽误人家 更何况她不愿意退亲 她哥哥未必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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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别呀别呀 你非要呀 驾驾好了 连斗地缩衣都输光了 一开始是赢的 到后来手气不好 什么手气 这里边肯定有拳头 少爷 你一定要救救我呀 救什么呀 回去跟你们阿爸好好说说 把账还了 以后别赌了 不行 我一定要翻本 赌场上肯定有门道 看不出来就翻不了本 诶 郑家少爷 我看见方家的马车过去了 好像是去宝城家的老宅子去了 走 回去接着玩 还玩啊 对呀 我躲着方家还不行吗 哥 你怎么来了 书铭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胆子越来越大了 不回家也不打声招呼 上车 我不是已经回家了吗 那儿不就是我的家 别胡说八道 走 上车 我下去 哥 你就不能听我说两句吗 妹妹 郑家犯了重罪 我正打算向他们家退清呢 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 你怎么反倒我上撞 哥 你不能退 你不但不能退 他也得帮我救出公公 这郑毛义的罪 可不是说能救就能救的 哥 朕是十七房 根基深厚 能人背出 全族又心系一处 众志沉沉 未必就想不出办法 何况 你是知名商会的会长 出了事 你要是不露面 那以后你在商会 未必能扶住 哥 你还是先回去 我要留下来 我真的不应该把你讲给郑家 少冬家 小姐找着了吗 小姐人呢 她不肯回来 桑家 把我家中的那对玉如意包好 少冬家 那对如意是太祖老爷留下的镇宅之宝 你拿他干什么 别问那么多 还有 再取十万两银票 我要去讨杭州 少冬家 这是要办什么大事啊 救人 是 少冬家 事办了 玉如意没白送啊 是吧 总督的手遇即刻忘人 太好了 到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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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 快 快 出什么事了 不知道 回想 看上 大将 你马上回府廖里 我现在就去宁少府 你要去宁少府 快回去吧 走 大人 不得逃了 大人 大人 不得了了 这大白天的 你大胡小叫干什么呀 革命党包围了上海 成立了护军都督府 陈其美当上了都督 带着杭州的新军 一起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哪 要出大事了 是啊是啊 快快 快 快点 方会长 方会长大家光临 真是有识远迎 有识远迎啊 盗队大人 打扰我 方会长 客气了 请 看茶 盗队大人 在下这有 浙江巡抚大人的 亲笔手谕 请大人过目 大人 据在下所知 皇帝已经发了罪以诏 开放党禁 赦免党人 我想郑某义 既然犯的是 联络革命党人之罪 应数在被赦免之列吧 还望大人 看在郑某义平时 驾桥修路 出树赈灾 维护地方安宁的份上 先把人放了吧 如果有 巡抚大人的手书 郑某义 就更不能放了 为什么 书女啊 你的手可真巧 这布置得真漂亮 婆婆 这些都是拿不出手的东西 以后还多给你学呢 布海这两天 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真是让人操心 放心吧 婆婆 这是管家的老家 少爷跟管家的儿子在一起 不会有闪失的 书米 伯海还年轻 他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可千万别在意啊 婆婆 瞧你说的 男孩子就跟小孩一样 慢慢会成熟起来的 代大哥在家吗 你们找他什么事啊 我们是来要账的 要账 要什么账啊 这几天戴宝成和郑家少爷 在我们赌房里赌钱 借了我们一两银子 说好今天还的 什么 他们在赌房 这有一两 你们拿去吧 书米 这怎么可以啊 婆婆 先把他们打发走吧 谢谢少奶奶 谢谢少奶奶 手撕的骆驼别骂他 我就知道郑家少爷谢谢 不会不还的 对 这两个畜生 什么好都不学 学这一 我掌管解谱地方多年 早对蜻蜓的腐败 深恶痛绝 不瞒你说啊 本老爷我已经通电响应 护军都督陈其美的号令 举其反清了 至于郑茂义是不是革命党 我还没有查实 如果它是革命党 那自然要放 但如今 蜻蜓的狗官出面作宝 这手书又成了罪状 这郑茂义 它到底是革命党呢 它还是保皇党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 大太大人 依我看 不管道理怎么说 管用就成啊 我一向相信 郑茂义是公正怜悯 不过此事非同小可 还要从长计议 先如今 我江浙联兵 御取南京 应孙中山先生 到南京建立新政 如果郑茂义肯 出资资助 那他就是革命党无疑了 大太大人 好说 放人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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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定离手 我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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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长爷 您还压吗 压 怎么不压 你再借我一点 借什么借 有钱下注 没钱滚带 开门做生意 别出口伤人哪 我告诉你 在独城里边 有钱是大爷 没钱就是烂鬼 他都在我这 借了多少银子了 骂他怎么的 没把他打出去 就是好的 你 这才几个钱呀 就这么张狂 呀 口气不小啊 那好 你替他出头 他的那笔账 你背 背就背 你借我十两 既然这样 好 我就借你十两 从城房少爷 借银十两 大吉大利 嗯 谁还小啊 开大 小爷 要不咱还是回去吧 咱这天天在独房混 都已经混了一屁股账了 怕什么怕 等我看到他们的把戏 一定能转回来的 我知道 可能是以后的事了 这要让我爹知道了 非打得我腿不可 先回家看看 房家学姐走了没有 然后再想办法 哦 走吧 哎呀 你冷静着点 少爷 方家小姐还栽不栽呀 别乱动 我还没看见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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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少爷你快点啊 哎呀 哎呀 少爷 少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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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你们俩 还想着要回来 阿嬷 方家小姐走了没有 你管他走不走 我问你 这两天都干什么去了 没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 没干什么 逃赌债的都上门了 你这个畜生 婆婆 萧萧气 脸气坏了身子 你爹还深陷淋雨 你这个样子 你怎么怼得起你爹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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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喜事啊 太太 大喜事啊 怎么了 方会长 把老爷救出来了 真的 真的 是吗 老婆 你下课好了 这可算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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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什么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我总算是看到 清晴到胎的这一天了 对啊 婆婆 公公能平安回来 我们应该帮你 你高兴才对 怎么能哭呢 对 那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快 剪刀 剪刀 不 剃头刀 你要干什么 帮我把这条狗衣给剪掉 帮我把这条狗衣给剪掉 这可是祖宗留下来的 我早就想把它剪掉了 快 快 快呀 快去拿呀 大清完蛋了 大清完蛋了 剪辫子了 剪辫子了 快快 快快 此次多亏方会长出手相救 郑某多谢了 郑大人客气了 方会长 大恩无以为报 谢谢 婆婆 你这是做什么呀 郑夫人 您太客气了 不害 赶快给恩人磕头 不必不必不必 快点 不必 多谢方会长救命之恩 快快请起 来 我们是一家人 不必多礼 不必多礼 我只是向你救了娃把 咱们不是一家人 我又没承认方淑敏是我妻子 不害 怎么能这么说话 本来呀 阿爸答应过的 阿爸对不对 住口 没规矩的东西 公公公公宫 姨姨 老爷 公公 怎么了 怎么了 郑大人 郑夫人 既然郑公已平安出狱 我看我就不便再打扰了 郑大人 您好好休息 我择日再来看您 庶民 你过来 走 跟我回家 哥 你先回去吧 怎么 你还想留在这里吗 跟我走 哥 如今公公病重 我还有全心伺候 怎么能现在就走呢 婆婆 现在家里里里外外都要张罗 可是什么下人也没有 您不是把我当女儿看 对吗 那您就让我留下来 让我这个做女儿的 帮您收拾收拾 等一切收拾好了 您再让我走 好吗 说明 你真是个好闺女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家的事不用你管 你还是回去吧 我只是不想让婆婆劳累 我并不想和你欧气 你放心 等郑家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你不用赶 我自然会做 любов 你们学公公的样子 把她拣了吧 你们学公公的样子